何四平没有想到二旦会让他先行离开 这让他心中很是愧疚 但为了自己 也不知道这野狼咬到他会不会出事 所以还是有点侥幸心理 二旦哥 那就麻烦你了 我先回去了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你要小心点呀 二旦专心地拿着火把与这些动物对峙着 白首说道 赶紧回去 让大家都不要再来乱葬岗 快点走 何四平咬咬牙 抱起怀中的兔子 便立刻往村子里面跑去 只留下二旦一个人对付这些动物 看着眼前动物们一个个凶神恶煞般的样子 二旦已经完全明白了 这些动物已经完全被感染病毒了 他们此刻是谁都不认 谁都听不进去的 只想着对人进行攻击 这是非常可怕的情况 果然 二旦用与动物交流的声音与他们交流 一点用都没有 反而让他们身上的力气更加狂暴起来 一只野狗的力气更加凶暴 率先就冲了过来 对着二旦的脸蛋咬去 好在二旦交火把重重地砸在了狼狗的身上 只见狼狗发出一阵阵哀嚎 不敢再朝他扑来了 如果碰到别人 没有夜光眼 估计早就成了这些动物的食物了 可是二旦就像是白天一样 看得清清楚楚 眼前有多少动物 它们现在是什么情况 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这么多动物都将它围了起来 也是害怕它手中的火把 但二旦也看出来了 这些动物很可怕 嘴角流出的哈利子更是一波接一波 可见它们现在是非常凶残不说 甚至是见到人会主动发起攻击了 不行 我不能就这样跟它们耗着 这样子我会吃大亏的 我得想办法 让自己脱身 回到村子里面想想办法再说 但是转念一想 现在它要知道 这些动物身上的病毒 会变异到什么程度 为何会让动物变得如此残暴不说 而且还风动了它跟动物之间的交流 要是真的后天领导来了 这些动物如果都冲出去 那可是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二旦从身后拿出一只瓶子 那是之前带过来的 将那瓶子打开后 往地上倒成一个一字形 然后用火把点了一下 只见二旦前面 出现一个一字形的火条 那些动物吓了一跳 赶紧往后退 都不敢再对二旦发起攻击了 见动物都害怕往后撤 二旦算准时间 这些地上的汽油 也只能维持两分钟 它必须要在二分钟的时间内 立刻甩开这些动物 二旦将汽油再次倒在 那快要熄灭的一字火苗上 只见火苗猛地窜起来 那些动物都掉转头 再次后撤 二旦见机 直接将火把朝着它们扔过去 立刻拨腿就跑 那些动物停顿了一下 绕过去 朝着二旦猛烈地追去 二旦明白 要想甩开它们 得想个办法 只能绕过乱葬岗 才有机会逃离 这可怕的地方 但是现在它要拿到一只死的动物回去 这样才能进行研究 于是便引着一只野狗 朝着之前它获得鲤鱼的那个深潭跑去 人和野狗一起跳进了深潭中 二旦在空中 紧紧地抓住了野狗的嘴巴 双脚夹住野狗的腿 一同掉入了深潭中 人和狗一起掉入深潭中后 只见机器浪花一米多高 二旦闭着气 更是在水底下 使劲地抱紧这只凶狠的野狗 硬生生在坚持十分钟后 将野狗给淹死了 直到野狗没有了气息 二旦从财神潭中游了上来 拖着那只死野狗来到了岸边 喘着大气 真是太惊险了 真没有想到 现在的何家村变成这样子 检查一番后 发现野狗确定是死掉了 才背着那只死狗 回到了何晓晴的家里 他打电话叫来了村长 杨庆元也来了 几个长老也闻声来了 此时 在桥头 何四平抱着那只兔子 一脸正义地指着何君君说道 小子 没有想到吧 我四狗子命不该死 平安地回来了吧 何君君确实没有想到 这个四狗子如此厉害 居然真的让他回来了 这让他很是失望 张浅如很开心 见到何四平回来了 立刻接过他怀中的兔子 只是兔子却咬了张浅如一口 吓得张浅如将兔子给扔了 兔子快速地就溜走了 但是何君君却冷笑一声道 看吧 虽然你抓了只兔子回来 可是你没有保护好浅浅 你还是没有安全感呀 见到张浅如那痛苦的样子 何君君却是一把抓过张浅如 将他的手指头含进了嘴里 替他将血吸掉 然后用手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指头 鄙视地看着何四平说道 你看到没 他最虚的方式就是 这样 而是不你去拿个东西来讨好他 只有跟着我 他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何四平彻底傻眼了 心中免不了有种失落 但没有办法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张浅如 眼神中的委屈与失落 似乎这只兔子咬了他 让他对何四平很失望 倩如 我们走 这小子输了 本以为会赢 没想到被一只兔子给搞砸了 哈哈哈哈 何君君搂着张倩如的肩膀 慢慢地离开 并且挥舞着手 向何四平示威道 明天 我就准备去倩如家提亲了 你小子就不要再痴心妄想了 倩如从此以后就跟你没有关系了 她是我的女人 那一刻 何四平恨得牙痒痒的 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 朝着它们消失的方向砸去 此刻 那只兔子居然又回来了 何四平心中愤怒不已 抓起地 只兔子 就直接扔到了桥下面堤河中 看着兔子慢慢地沉了下去 只是这时 他的小腿传来一阵剧痛 于是蹲在那里 将裤腿撩起来看了看 当时可把他吓坏了 只见那被咬伤的伤口 此刻居然发现一些细小的蠕虫了 这可是让他慌了神 他赶紧将酒倒进伤口 痛得他撕心裂肺 可是他不想被人揭露 因为一旦得了这种病 那肯定会被抓走 他忍着剧痛 拿着酒 赶紧回了家 回到家准备想办法自行处理 何四平发现自己头晕眼花 全身似乎正冒着汗 发着高烧 但又有点胃冷 他在洗澡间用热水清洗伤口 看到伤口上面再次不满地躯 他感觉到特别地恶心 慌张地拿着镊子 一条一条地给夹了出来 那种痛苦的感觉 让他痛得眼泪哗哗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 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好不容易清洗完 他战战兢兢地赶紧回到床上 用被子蒙住了身体 咬着牙 忍受着病毒带来的一切身体的腐蚀 四狗 你回来了吗 刚才去哪里了呀 刚才巡查队还在跟我们说 不能让人跑到外面去 你告诉娘 你刚才去哪里了呀 何四平此刻 心中无比地慌张 他害怕了 慌张了 为了不让母亲担心 只能咬着牙 装作瞌睡的样子 掀开被子 回应道 娘 我没事 你就放心吧 我先睡了 好 四狗 你要是有什么事情 一定要跟巡查组说呀 现在他们还在调查这个事情 好了 知道了 娘 你赶紧睡吧 带母亲走后 何四平突然间眼前一黑 瞬间就晕倒在床上 张倩如被何君君送回家 在他家前面 被何君君抱住 吻了他一下 他却鬼使神拆得没有拒绝 反而硬是让何君君差点拉着他回家了 回到家的他 用窗壳贴粘住被兔子咬伤的手 主要是何家村的人经常被小动物咬伤 一般都是不去看衣型 认为并不重要 觉得像兔子这种动物 并没有什么毒 也就用点酒精清洗伤口 或者贴个窗可贴了事了 洗完澡的他坐在床上 拿着书怎么也睡不着 想到今天何四平 为了向他证明有多爱他 居然一个人设身犯险 深入乱葬岗 硬是抓了兔子回来 想到他并没有出来阻止 何君君的挑衅与羞辱 刚才还接受了何君君的问 他的心里很难受 觉得太对不起何四平了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肯定心里难受死了 但是当他感觉到自己突然间有点渴 明明刚才回来了喝了水 现在又开始渴了 而且头上还冒冷汗 让他以为自己是有点感冒了 到了杯温开水 喝了点感冒药 躺在床上的他反而越来越不安 心情异常的慌张 而且手指头还微微的站立 神经不停的抖动 他以为是伤口可能没有清洗干净 当时不安的揭开了伤口 看到伤口上面居然出现几条小驱石 吓得尖叫起来 睡着的父母听到张倩如的尖叫声 立刻冲了进来 望着女儿手指头上 那慢慢开始腐烂的伤口 还能肉眼见到的蛆 家人也是吓坏了 娘他娘 赶紧联系村委会与巡逻络组的人 倩如怕是真的被感染了 我们赶紧送医院吧 村委会与巡逻络组的人接到电话 快速赶了过来 一看情况不妙 立刻就直接开车往医院送去 此时的二旦回到何晓晴家里后 看着院子里面那只狼狗 心里一直在想着 这只野狗虽然死了 但如果他身上也有病毒 肯定就会有症状 但是现在自己并没有医院的器械 根本就化验不了 更何况这动物与人类不一样 它的一些方法在动物身上并不好使 不行 我得解剖这只狼狗看看 要不然 明天下午前 我是根本无法找到方法治疗的 二旦戴上手套 拿着刀 将那只狼狗进行了剖腹 取出了里面的器官 当时发现 并没有任何的异常 也看不出这只狼狗 到底有没有感染病毒 正当他有点丧气的时候 突然间 一个女人站在院子门口 笑嘻嘻地叫了一声二旦哥 转眼望去 只见秦宇飞 居然来到了家门口 这让他很是诧异 宇飞 这么晚了 你怎么来了呀 秦宇飞背着制药箱 手上还提着一个保温杯 开心地冲了过来 对着二旦说道 二旦哥 我担心 你在何家村有困难 我怕你饿着肚子 所以过来给你送吃的 二旦看到他手上的保温杯 心中很是感激 于是接过东西后 便和他坐在院子里面聊着天 二旦哥 你怎么皱着眉头呀 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我来的时候 都看到你们村子里面有巡逻组 有一家人好像出事了 刚刚开车送医院去了 送医院 这是怎么回事 有问是什么情况吗 秦宇飞摇了摇头 尴尬地说道 我一时心急想着你没有吃饭 所以就没有多问 不过景区的杨总经理 刚才也在现场 你问问就知道了 虽然二旦吃了晚饭 但是不想拒绝秦宇飞的心意 只是点了点头 于是拿出手机打给了杨庆元 刚开始电话没有接通 秦宇飞喂着二旦 吃着他亲手做的红烧排骨 心里乐开了花 第一次 电话接通了 二旦赶紧询问 刚才是哪家出了事情 为何要送到医院去 得了什么病 李总 刚才张大爷家的倩如妹子 好指头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了 伤口瞬间腐烂 并且还长了蛆 所以送医院去了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这跟乱葬岗的事情扯不扯得上 二旦一听 心中一慌 顿时就站起身来 走向那只被解剖的狼狗 当他看到被解剖的狼狗时 那一刻 他震惊 脚步不由地往后退了几步 二旦哥 你怎么了呀 见到二旦吓坏的样子 秦宇飞赶紧冲了过来 看到眼前的一幕时 他恶心地捂着嘴巴 大叫一声 害怕地躲到了二旦的身后 原来 解剖不到15分钟 刚刚还看起来很好的狼狗身体 此刻早就被密密麻麻的蛆虫给覆盖了 我的天 二旦哥 这是怎么回事呀 太吓人了 二旦将秦宇飞往后推了几米 拿着棍子挑了挑那些开始腐烂的肉 心中开始显得有点恐惧起来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只狼狗死了不到一个小时 现在就腐烂成这样子 这简直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杨总 你带着巡逻姐和村委会的人赶紧到我家来 有钥匙商议 快点呀 打完电话 二旦蹲下来 一直盯着眼前指头狼狗看 再想到刚才张茜如出事了 他觉得 这次病毒怕是控制不了 秦宇飞作为上午线第一人民医院的潜力医生 他刚刚确实被吓坏了 但是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 蹲在二旦的身边 同样盯着这眼前这可怕的一幕 不禁摇着头 二旦哥 这是什么情况 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吗 二旦想了想 叹着气说道 这是一种益促病毒 应该是从国外传进来的 而且肯定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病毒 非常的可怕 什么 人工合成的病毒 二旦点头说道 是的 这种病毒 我只是初不觉的是益促病毒 不知道有没有变异 如果一旦变异 或者大面积扩散 那可是相当可怕的 啊 那这样子怎么办 何家村可是有好几百口人呀 要是这样子 那大家岂不是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 杨庆元带上巡逻络组 和村委会的人都来了 冲进来看到眼前的一幕时 大家都惊呆了 二旦兄弟 这是什么情况 这些区区跟张倩如手指上的腐肉上面的一模一样呀 二旦站起身来 看着村长那焦急的样子 不禁点头说道 张倩如肯定是被乱葬岗的动物咬了 现在乱葬岗的动物可能都感染了这种病毒 非常可怕 现在我们必须要上报 并且采取必要的紧急措施了 村长也是吓坏了 要是真有这种病毒大面积扩散 那是非常可怕的 这种责任是他承担不起的 二旦点头说道 村长 现在没有办法 连夜上报上级卫生医疗部门吧 这种病毒非常的罕见 我们必须要把村民们立刻集合起来 不能让大家跟任何动物有接触 包括自己养的牲畜 村长一听 立刻就走到旁边打电话 二旦看向杨庆元 立刻说道 你赶紧把景区工作人员都集合起来 发动大家协助村长工作 第一时间 让所有人都到景区前面集合 把景区的灯全部打开 杨庆元一听 看到二旦脸色如此难看 知道事情很可怕 立刻就回到景区 开始对景区工作人员进行召集 心想 看来今晚是一个不眠夜了 安排完毕后 秦宇飞却是皱着眉头问道 二旦哥 那这东西怎么处理 二旦想了想 咬着牙说道 这样吧 把家里的石灰拿出来 先用石灰进行灼烧 再进行火化吧 几个村民也赶过来了 看到眼前的一幕 也很震惊 不过听到二旦一说 他们立刻行动起来 将石灰搬过来 撒在狼狗身上 然后用东西拖到院子外面 用火进行焚烧 看着火苗升起 二旦皱着眉头 一直在思索 这种益促病毒如此厉害 肯定跟孙芳芳脱不了干系 趁着大家不注意 二旦给陈芳芳打了一个电话 没想到 陈芳芳却是妙街 二旦哥 这么晚了 你怎么打电话来了 二旦顿了顿 考虑一番后说道 芳芳 你现在在省城还是在上午线 现在方便说话吗 此刻的陈芳芳 还住在上午线的家里 也就是二旦和她发生关系的那个房间 就只有她一个 当然也方便 陈芳芳心中一惊 知道肯定怕是出大事了 要不然 二旦不会这么晚打电话给她 芳芳 你听我说 现在有个紧急的事情 会关系到你爸 你还记得那个孙芳芳吗 她今天出现在何家村的乱葬岗 我亲眼见到她给动物灌药了 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她的用药 现在发现 所有动物督中了一种 人工合成的病毒 叫做益醋病毒 这种病毒很可怕 现在在何家村有人感染了 所以 你要跟你爸说 看有没有解药 如果没有解药 怕是会引起一场空前的病毒危机 陈芳芳此刻被二旦的话吓坏了 嘴巴都震惊的有点发生扭曲了 心中越发的不安起来 二旦哥 你别吓我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是的 芳芳 你不会骗你的 现在有人已经感染送医院了 但是现在并不知道 到底会不会人传人 都是未知数 但是 现场的情况是真的很可怕 陈芳芳挂断电话后 久久的徘徊着 来回地躲着步子 想了想后 慌张地换了衣 开着车子便往省城赶 他有必要在今晚要见到自己的父亲 陈院长接到急诊科的电话 说是有一个紧急患者送来了 让他赶紧过去一趟 当时他以为这种病人可能也就是需要紧急抢救罢了 但是见到张芊如的时候 他当时就震惊地愣住了 只见张芊如的整个手掌都开始腐烂 上面布满了蛆 这种情况是他从未见过的 怎么不给他先进行消毒清除呀 陈院长以为护士和医生没有进行紧急处理 可是值班医生赶紧说道 五分钟前 我们已经清理一遍了 但是这腐烂的程度相当快 我们根本顾及了一头 顾及不了另一头 发生这种事情 陈院长赶紧打电话给到京城的张德权教授 张教授匆匆赶来后 顿时也是傻了眼 不过他在病毒方面有研究 知道这可能是一种细菌性的病毒 所以赶紧与上面的疾病预防与控制部门取得联系 立刻对人民医院急诊部进行了临时封锁 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因为张德权担心这种病毒可能会出现人传人的现象 要是真出现人传人的现象 很有可能会出现大面积扩散 这可是一场可怕的事情 此时张茜如出现了器官衰竭的症状 陈院长立刻安排进行抢救 并且询问张德权教授 现在怎么处理这受感染的手掌为好 张德权的意思是先看血液化验结果后 再进行评估 实在不行 遵循家属的意见 先进行结掌处理 确保病毒不再蔓延 但张德权心中并没有一定的把握 也不知道这病毒会有多么大的危害 最终 他还是给二旦打了一个电话 接到张教授的电话 二旦似乎明白了什么 二旦告诉他 目前他也没有太多的眉目 不过正要想尽办法 寻找解决危机的药物 但是立刻叫停了 他准备截肢的想法 因为这病毒是在血液中存在 就算截肢了 那也一点用也没有 张德权教授此刻是骑虎难下 不过好在省市专家组分两批 已经连夜动身前往上午线了 但是面对二旦 在电话中说不能截肢 这让张德权更加不知如何是好 毕竟这种病毒的腐烂速度是他从未见过的 可是现在患者的手掌都开始腐烂 已经开始延伸到了手臂 如果不截肢 很有可能连整个手臂都保不住 甚至会因为器官衰竭直接死亡的 二旦考虑一番后 叹着气说道 目前没有控制的办法 只能你们医院用尽一切药物进行治疗 你们看情况决定吧 张德权也明白 这个时候二旦可能更加不安 所以赶紧挂了电话 立刻与县卫生部门的相关专家 立刻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二旦一直在想着 这种病毒粘到肉身 腐烂速度如此之快 那肯定是因为动物的撕咬 才将病毒传染到人体的 不过现在这么多人都近距离 看过狼狗身上的区 但并没有任何人感染 可见并不会出现人传人的感染 这时 村长匆匆赶来 喘着粗气说道 村民们都紧急叫醒 集合在警区前广场了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二旦明白 这后续的工作是村长的事情 但他只想知道 张倩如是怎么被感染的 对了 晚上张倩如跟我们村的何君君一起出去 听说是被一只兔子给咬了 好像那只兔子是四狗子从乱葬岗捉回来的 听到村长这样一说 二旦猛地说道 坏事了 我忘记了一个人 四狗子 他有没有到广场集合 村长也是太忙 一时疏忽 似乎并没有见到四狗子 直接拍着脑门说道 我的天 我怎么一时疏忽把他给忘了 但是他爸妈说 他回来后就直接睡了 二旦知道大事不妙 这个四狗子肯定有问题 所以便说道 村长 你赶紧叫两个人 我们一起赶到四狗子家去 这个四狗子肯定也被感染了 而且他捉回来的那只兔子 我们要第一时间找到 否则 就真的要出天大的事情了 几人一听 立刻就慌了神 大家赶紧往四狗子家跑去 此刻 接到何家村病毒报告的上级部门 连夜组织医护人员正朝着何家村赶来 跑到四狗子家一看 只见四狗子已经昏迷不醒了 二旦掀开被子一看 四狗的腿已经感染了 同样的情况 同样的布满着区区 大家戴上手套 赶紧把他给抬下来 抬到院子外面去 记得一定要通风 找个人 去拿点石灰过来 二旦的命令 瞬间就让大家紧张起来 分头行动 很快四狗子就被抬到院子里 二旦赶紧替他把脉 发现他只是昏迷过去 暂时并没有性命危险 不过如果不及时救治 很有可能会瞬间器官衰竭 导致修克死去 当时挥洒在四狗子腿上 看到那些区区瞬间都掉落下来时 二旦似乎看到了希望 发现这些区区对石灰有着天然的害怕 那些腐烂的肉也因为石灰的反应 出现出血的现象 不过当石灰与腐烂的肉身发生变化后 没有了石灰盖住 腐烂速度再次加剧了 二旦哥 你看 那些区区又冒出来了 二旦似乎明白了 立刻又扔了几把石灰放在他的伤口上 直到没有露出伤口后 二旦才站起来 点了四狗子几个穴位后 他终于睁开了眼睛 看到眼前的一幕 他很害怕 就想着逃跑 但二旦告诉他 你不要害怕 你身上感染了病毒 要是逃跑了 你对不起父老乡亲 对不起疼爱你的父母 四狗子情绪稳定后 把情况都告诉了二旦 得知兔子被扔到村头的桥下面时 二旦心中一震 顿时就慌张地说道 村长 赶紧连夜带电筒沿着河寻找 一定要将那只兔子找到 千万不能让其他动物吃到他的尸体 否则 这情况就越来越难控制了 因为现在扔到河中 也有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村长只好安排大家一起寻找 全村的村民为了安全起见 每十人一组 以此来相互照顾 沿着河的上游一直往下游走 两边都是村民们 不过二旦跟村长商量 怕这只兔子没有死 而是逃走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切记 转眼 就到了下半夜的三点多钟 上午线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相关医护人员 也赶到了河家村 对乱葬岗进行了封控 并且对全村进行病毒的有效消杀 临时处置机动车里面 几个医生对四狗子进行了现场处置 第一时间将四狗子进行隔离 送往了上午线第一人民医院 全村民众找到三点钟 并没有发现兔子的尸体 所以只能回到广场 参与医护人员的检查 部分武警与医护人员都参与了寻找兔子的尸体 因为四狗子说了 他扔下兔子的时候 发现兔子是已经死去的 应该不会再有机会逃生 整个河家村人心惶惶 而此时的陈芳芳驱车赶到了省城 刚准备用钥匙打开门 就看到父亲匆匆要出门 巴 你干嘛去呀 高准良很诧异 也很震惊地问道 芳芳 你怎么这么晚赶回来了 是不是你奶奶病情出问题了呀 陈芳芳看着父亲 想到父亲那高大的形象 要是不做坏事该多好 他咬着牙 摇了摇头说道 我是回来找你的 芳芳 这样 爸爸刚刚接到疾控部门的通知 上午线发生了病毒传染情况 我们要开场委会了 你休息一下 等我回来好吗 陈芳芳看到父亲准备离开 立刻大声叫道 爸 这病毒就是和家村传来的 而这个传染病毒的人 就是孙芳芳那个贱女人 你不要说 你并不知道这个事情 听到女儿这样一说 高净良愣了 此刻她很慌张 明明孙芳芳说 不会出现传染性 但是眼前却有点不可控制了 现在省委都要开紧急会议不说 京城的疾控中心都接到了目前病毒的情况 这件事情整大了 芳芳 现在不是和家村不和家村的问题 这件事情很紧急 我得去开会 有事等我回来 再说好吗 爸 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我跟踪了你一天 发现你跟孙芳芳在郊外别墅的事情 你不要再骗我了 你要是再这样执迷不悟的话 我就把事情都告诉我妈 她真的太可怜了 高净良一向在孩子面前 有着无法比拟的位置 因为她现在是省长 更是目前在江南省来说 想当当的人物 而且从小到大 她在陈芳芳面前都是一个有爱 有权 又有能力的人 是女儿心目中那个最让她骄傲的英雄 可是没有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父亲 却被女儿揭穿了心中那股最丑陋的一面 打得她错不及防 愣在那里 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 爸 母不嫌子丑 狗不嫌家贫 得人恩情 当以反补滴水之恩 二蛋哥救过我和奶奶的命 还帮过你 理应受到帮助 而不是一味的去加害于她 高静良听着女儿说出 这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脸色瞬间变得阴暗无比 心中再也绷不住了 感觉到像是被人光天花日之下 揭开了阴暗中的伤疤 又像是一根刺一样 直直地捅进了她的胸膛 但这是她的女儿 本以为这个只知道天天玩乐的女儿 并没有人生见解 但是刚才那番话 却将她的内心 愁恶一面彻底地撕开了一道口子 她顿了顿 转身看着陈芳芳 很愧疚地叹了口气说道 芳芳 有些东西并不是你见到的那样 对 我承认是被看了你妈 但是我并没有要加害于二蛋 她救过你奶奶 如果我真加害于她 你奶奶也不会再认我这个儿子的 所以你要相信爸爸 至于这个孙芳芳 为何出现在阳家村 等我调查后 再给你一个解释好吗 可是陈芳芳此刻根本不太相信父亲的话 因为她被骗过 所以再也不相信父亲的谎言 而是阴冷地说道 吧 二蛋哥说了 现在何家村的情况很严重 乱葬岗所有的动物都感染了 而且还咬伤了人 这个病毒可能会很快就外泄 如果不快点让孙芳芳拿出解药 那真的就完蛋了 高敬良此刻心里也有点慌张 觉得孙芳芳是真的完大了 所以她必须要打电话给孙芳芳 了解情况 现在根本说不清个所以然 我知道了 你先在家里休息一下 等爸回来再跟你解释吧 高敬良叹了口气 立刻就出了家门 坐上司机的车 到了半途便停下来 给孙芳芳打了一个电话 下半夜被吵醒 孙芳芳有点不开心 正是最想睡的那会儿 这可激起了她的懒床气 谁呀 现在几点了 老娘在睡觉呢 可是高敬良却忍了忍 低声道 是我 高敬良 哦 亲爱的 怎么是你 怎么这会给我打电话了 高敬良狠狠地咬着牙 低声道 我还想问你 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 那个打在动物身上的病毒 不会有问题吗 是啊 这药也是何公子送给我的 我只不过对这个药 进行了重新配方而已 药效又翻倍了而已 但实验证明 这种药不会动物袭击动物的 高敬良却是很生气地骂道 这些我不管 可是现在何家村却闹翻了天 全省的医疗防护小组 都往那边赶 省市医院都抽掉了好多医生 和专家前往上午线 现在何家村出现了病毒传染扩散现象 有两个已经送进了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进行了全方面的隔离 你这个货给惹大了 孙芳芳也是愣住了 没想到事情闹这么大 瞬间就让她吓得有点不知所措了 亲爱的 那我们怎么办 高敬良叹了口气 直接说道 还有什么办法呀 我们省委常委马上要开会 你赶紧跟何正元打电话 看看这要有没有特效药 如果能控制下来 我倒是有办法处理 一旦控制不下来 我们都可能会完蛋 说完话 高敬良就挂上了电话 钻进车里 快速赶往省委大楼 马上要进行紧急会议 孙芳芳从没有想到 事情会闹这么大 吓得整个人都慌了神 足足愣了两分多钟 才缓过神来 慌张的她赶紧拨通了 何正元的电话 谁知道何正元接通电话后 立刻就挂了 但过了好大一会儿 何正元才不耐烦地 接通了电话 听到孙芳芳说病毒的事情时 她也猛地清醒过来 什么 怎么可能 这种病毒 是暗厂里面偷卖的私货 是实验室出来的验证品 一般七天就会消失 不可能出现如此大的病毒扩散 我告诉你 孙芳芳 别拿这件事情想蒙我 孙芳芳很是无语 直接慌张地说道 何公子 你要是不相信 你直接打电话给高省长 现在她接到通知 都开紧急会议去了 几百辆车驶向了何家村 现在那里成了病毒的中心 不可能 这种病毒曾经试验过很多动物 根本不会出现人传人的现象 更不可能被动物养伤后 将病毒传染给人类的 你这是放狗屁 但是面对不冷静的何正元 孙芳芳直接说道 这件事情你如果不相信 你立刻打电话 反正你神通广大 上午线的一切事情 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你怎么不打听下再下定论 现在的情况无法控制了 你得想办法救我 赶紧想法子救场 高省长说了 否则我们都得完蛋 何正元开始慌张了 她相信孙芳芳说的话了 因为此刻 她住的酒店外面 已经听到救护车和警车的声音了 包括消防都出动了 可见肯定是出了大事情 一场慌张的何正元 立刻挂掉了孙芳芳的电话 赶紧打电话给到卖家 疑问才突然间明白 按理来说 病毒不会进行一体传播 除非本身这些动物 就感染了某种病毒 从而当这种益促病毒 进入动物身体后 立刻产生了变异 变成了一种具有极强传染源的病毒 那一刻 何正元整个人瘫痪在床上 额头冒着大汗 整个人都有点哆嗦 妈的 这件事情居然弄这么大 怎么办 怎么办 慌张不已的何正元 此刻想到逃到国外去 但是高进良的短信发过来了 严重警告他 必须留在江南省 哪里不能去 让他赶紧了解病毒的来源与情况 三个小时后 在上午线与他会合 他带京城的专家组过来现场督办 和家村的村民都撤回搜寻 专业的搜寻队伍 与武警民兵一起对整条河的下游 进行地毯试地搜寻 甚至是动用冲锋舟 不放过每一处的杂草丛中 一起声势浩大的排查行动进行中 二旦与秦与飞一起回到何晓晴的院子里面 他们也无法入睡 一直在想着 这种病毒该怎么预防与控制 毕竟眼前这情况太可怕了 要是真的会出现人传人现象 那就真的像电影中的丧尸 那么可怕了 何家村一时之间 被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 二旦思来想去 觉得还是打个电话给陈芳芳 问问他 到底跟干爸聊得怎么样了 如果不行 那就得通知相关部门 赶紧通缉孙芳芳了 陈芳芳接到二旦的电话 显得很着急 一脸的委屈 他说高静良刚刚开会回来 干爸要跟他说话 接过电话 高静良板着脸 眼神里冒着一股愤怒 不紧不慢地说道 二旦 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从声音中 二旦听出了高静良的着急 与不耐烦 似乎对他有气 于是尴尬地说道 干爸 我在乱葬岗发现了孙芳芳的情况 如果现在不找到孙芳芳 后果会很严重 高静良却是咬着牙 周梅说道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简单 通知警方 立刻对孙芳芳进行逮捕 否则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高静良却不以为然地说道 这种病毒真有这么可怕吗 还需要逮捕他 你是故意的吗 二旦有苦说不出 一脸的无奈 但还是说道 干爸 如果你对我有看法 我希望暂时保留了 我想如果江南省 真出现大面积病毒的扩散 对你意味着什么 你比我更清楚吧 两人的对话 慢慢地充满着火药味 站在旁边的陈芳芳 却是急得满头大汗 他可不想看到 二旦跟自己的父亲撕破脸 那最尴尬 最为难的就是他了 高静良是真的生气 脸都绿了 看了一眼着急的陈芳芳 压抑住内心的愤怒 考虑了一番后 才警告道 二旦 如果你还认你的干娘干奶奶 还认我这个干爸 你就给我把嘴巴闭上 接下来我知道怎么做 不需要你来告诉我 干爸 你怎么这么糊涂 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是没有到现场来看 那两个被咬伤的伤者情况 有多恶劣 都住进了ICU 而且那只带有病毒的兔子 现在还没有找到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大的船员染出现 你怎么还在袒护那个小狐狸精呢 高静良一听就更加恼火 觉得现在这个二旦有点无法无天 居然敢这样对他说话 瞬间就挂掉了电话 愤怒的高静良生气的 将手机往桌子上一拍 走到落地窗前 看着慢慢变亮的省城天空 不禁掏出一根烟 他很沮丧 很恼怒 更是觉得自己的身份被二旦给藐视了 爸 你就听二旦歌一次 把那个孙芳芳交出来吧 再说了 这是跟你没有关系 你怕什么呢 高静良转过身来 瞪着陈芳芳看 没有忍住心中的怒火 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左一个二旦 又一个二旦 到底我是你的亲人 还是他是你的亲人 你怎么胳膊往外拐呢 陈芳芳那一刻傻眼了 从未见过父亲 对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 这深深地伤了他的内心 爸 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你真的变了 二旦歌说的没有错 自从半年前开始 你就彻底变了 不再是以前那个慈祥的父亲了 高静良这会无法忍住心中的怒火 走过来 一巴掌扇在陈芳芳的脸蛋上 大声骂道 放肆 敢这样跟你爸说话 真是烦了天了 那一刻 陈芳芳真的是愣住了 心中父亲的形象瞬间就崩塌了 捂着被打地脸蛋 也含着伤心的泪水 痛哭地说道 爸 既然你执迷未误 那我就自己去报警 说完话 陈芳芳哭着就要离开 那一刻 高静良却慌了 直接说道 你给我站住 没有我的命令 你哪里都不能去 可是 陈芳芳是一个说到就做到的人 只要他认定的事情 谁劝也没有用 所以直接便往外走 根本就不听父亲的话 高静良慌了 直接就冲过去 一把抓住女儿的手 将他拉了回来 推到沙发上 指着他的鼻子说道 你给我冷静一下 你怪爸爸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真把孙芳芳给抓了 他会牵扯到我 我现在有好的方法 会很快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 你给我冷静地待在家里 哪里都不要去 陈芳芳看到父亲那扭曲的脸蛋 真的太害怕了 从来没有见到过父亲那猙獰的面孔 吓得他不敢说话了 心里的崩溃 往往能让一个人失去任何的斗志 此刻的陈芳芳已经彻底崩溃了 高静良想了想 这样也不是办法 于是便抓着陈芳芳下了楼 开着车子来到校外的别墅 将他扔到了地下室 锁上铁门 对着他说道 你现在太冲动了 在这里给我冷静几天 里面有吃有喝的 好好反省一下你对我说的话 不敢怎么样 我也是你的父亲 听到父亲开着车子离开了 陈芳芳彻底痛哭起来 现在手机也被父亲拿走了 他就是一个犯人似的被囚禁起来一样 高静良一边开着车子 一边打起了电话 远在上午线的合政员接到电话后 也是愣了 什么 你让我派人绑架红素素和田敏 是的 把他给我抓起来 那个二旦现在就像条疯狗一样 如果不给他点教训 他肯定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合政员一听 立刻就说道 好 我明白了 二旦跟干爸在电话中一番对话 让他很是生气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明白 人家是高高在上的权威人物 而他只不过是一介草民 这民不予官斗 本来就是人间现实 由不得他多想 秦宇飞劝他先冷静 不要生气 得静下来想想怎么办 眼前整个合家村需要他的帮助 要不然 到时候出了大事 对大家都不好 毕竟这可是他的扎根的地方 好 这样 你联系陈院长 看看他们研究这种病毒的数据出来没有 出来了 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现在的动动脑筋 看看这只兔子会挑到哪里去 二旦来到桥头 此刻天已经大亮 他走进桥头的河水中 闭上眼睛 正利用祖先传承 感受着这河水的流速 温度 他要测算出来 这只兔子扔下来后 经过一晚上 大概会飘出多远 巡逻族的人很奇怪 眼前这个小伙子怎么站在河水正中央 闭着眼睛 在那里干什么 喂 你在干嘛呢 快点上来 听见没有 二旦此刻已经测试完毕 只是他没有想到 就凭那只兔子的重量 居然在这激流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冲到十公里外的软家村了 不过再想想 由于这条河的坡式往下游比较陡 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 喂 你听到没有 我们说你呢 赶紧上来 二旦缓过神来 赶紧来到岸边 爬上边沿 坐在那里穿起衣服 巡逻族里的人 见到眼前这个人微微一笑 也是皱着眉头 毕竟他们并不认识二旦 这些在部队里面生活的人 也不知道二旦在河家村的辉煌 二旦朝着他们挥了挥手后 便跟着巡逻族回到景区的临时指挥所 临时指挥所的总指挥 暂时由尚武县的副县张成林担任 看到二旦走了进来 立刻就像见到了救星一样 李二旦 我可把你判来了 刚刚京城的张教授打电话说 让我们赶紧与你取得联系 说只有你能帮助我们 控制住这场病毒的扩散 二旦皱着眉头 心中不免有点担忧 心想 这个张德权又给他挖了一个坑 简直就是把他往火坑里面推了 没有 没有 我哪有这样的本事 只是我对这些疑难杂症比较感兴趣而已 但是张成林是从上武县成长起来的一名副县长 之前的斗牛大赛 就是在他当时任职的镇上举行的 这次选举顺利担任了副县长 怎么可能不知道二旦的能力呢 他微笑着说道 二旦兄弟 你就不要谦虚了 我正式邀请你加入到我们的临时指挥部 等到叶县长和省市委的领导来了后 你得代表我们向他们进行汇报呢 二旦很尴尬 毕竟刚刚跟高靖良发生了点矛盾 这让他很无语 但没有办法 不能不给张成林面子 一番寒暄之后 二旦不得不加入这个临时指挥部 指挥部有势力派来的专家组 显然他们并不认为 二旦能帮到他们什么 现在是他们这些懂医术的专家教授 才能解决的问题 虽然张成林极力推荐 但在这些知识分子眼里 二旦只不过一介农民 自然是对他不会另眼相看 所以他只不过挂了一个头衔而已 那些专家教授认真研究分析这次病毒 也根本就把它晾在一边 这倒好 让二旦反而轻松 专家组通过上午线第一人民医院 传来的信息分析 这次的病毒异常 估计是已经变异型的病毒 并不会出现人传人的现象 所以让副县长张成林不要担心 二旦见自己没事 于是便想到那只兔子的事情 赶紧告诉了副县长张成林 让他通知巡逻组与现场处置组 立刻将重点放在阮家村 一定要将那只兔子找回来 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扩散 此时经过一晚上的治疗 陈院长和张德权发现 张倩如与何四平的伤情 得到了缓解不说 似乎伤口并没有进一步溃烂 而且全身的仪器监控 也显示正在好转 得到这好消息 专家组的意见却是 认为根据目前的情况来说 没有必要引起大家的恐慌 这只不过是一次很正常的动物感染罢了 按照疾病预防与控制部门的相关处置措施 就能轻松控制 不必要大惊小怪 听到这些专家族的意见 二旦当时就急了 因为他的祖先传承告诉他 这种病毒一旦发作到临界点的时候 会有回光返照的假象 也就是所谓看到伤口的愈合 但实际上 这种病毒的危害是非常致命的 临界点过后的三个小时 伤口的发作会以爆炸性的发作 很有可能瞬间就结束了伤者的生命 各位领导 虽然我不是医生 但我对疑难杂症 包括我们国内的中等民间奇门顿甲都有研究 我认为这次并没有那么轻松 这次的病毒有隐藏性的一面 你们要三思呀 市里的一位专家冷笑一声道 这位小伙子 你既然不懂医术 你的意见可以自己保留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都是全省赫赫有名的专家教授 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一点吗 背对得哑口无言的二旦心中很是委屈 他只好低下头 闭上了自己的嘴巴 但是细细想来 这些专家组也说的没有错 从表面上来看 从医学上面来分析 根据何四平与张倩如的伤口 恢复来看 这并不是一起会导致人传人的病毒 能控制住 就不会达到大面积的扩散 自然就会有这样的结论 被这些专家组的人看不起 二 但只好灰溜溜地走出临时指挥部 心里头很不适滋味 他在想着 眼前留在这里也没有用 不如回到自家院子里面 去研究一下这个病毒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不过回到小院 秦宇飞就匆忙地拿出手机给到他 焦急地说道 二旦哥 出事了 二旦紧皱眉头 接过手机一看 当时就咬着牙 大声骂了一句 原来 他接到了 田敏和洪素素被绑架的图片 上面要求他不要参与这次的病毒调查 如果敢把看到孙芳芳 出现在乱葬岗的事情说出来 那田敏和洪素素就等着收尸 妈的 高净梁真是个混蛋 居然敢这样威胁我 秦宇飞也慌了 立刻说道 二旦哥 怎么办 二旦愤怒地咬着牙想了想 只好说道 放心 只要我不共出孙芳芳 他们两个就不会有危险 但是我不能让何家村 和周围的老百姓生活在恐惧之中 更不能让这种病毒伤害老百姓 我得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化解这场危机 至于跟他们这帮王八蛋的恩怨 迟早有一天会轻声了解他们 秦宇飞看着二旦那生气的样子 心里也不好受 只是有点担心地说道 二旦哥 现在情况得到了控制 这么多的医护人员都来了 你就放心吧 二旦摇头说道 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不放心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只兔子 因为目前那只兔子死了 它身上带有病毒 而乱葬岗里面的动物并没有跑出来 这只兔子就是一个意外 一旦有人捡到 或者被人吃掉 那就可怕了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剧集顺序 开启下一集 请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